日本电视节目《宠物当家》里面的狗狗亚夫跟大介在相继死亡之后呢 这个节目本来差一点喊咖 不过制作单位寻寻觅觅 现在终于找到第三代街掰人 他叫做亚智 他是一只五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 也是亚夫的孙子 在这个月初节目一播出 他可爱的模样立刻吸引了不小的人气 主人丢出面包玩偶 小狗立刻飞快地跑去捡回来 这只聪明的拉布拉多犬名叫亚智 是日本知名节目《宠物当家》的第三代接班人 原本的节目旅选亚夫和大介相继过世 害得招牌节目差点被迫喊咖 制作单位经过长时间的选拔 终于选中亚智来接班 虽然他不是大介的亲生儿子 但身上留有亚夫母亲的血统 也算是亚夫的孙子 加上外形和大介神似 和主持人松本和投缘 亚智才出生五个多月 还是一只幼犬 东京电视台替他开了一个新节目 名叫小不典宠物的旅行 一开始锁定东京的台场和风舟 等亚智适应之后 必须让他挑战远一点的东京近郊 节目六月初在日本登场反应不错 至于台湾的观众 三个月后就能看到亚智的可爱模样 春天新闻林芳颖 纵容不倒